然后他就是士兵,现在坐在这里 然后今天他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ERC协议的发展 大家欢迎 主持人谬赞啊,其实 主持人谬赞啊,这不是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其实我本来讲我们上次的项目的 然后后来我们上次观看直播的时候 发现我们的项目被人讲,被讲掉了 啊,他们又并没有办法,从分你可以再讲一次 没事,那就直接讲吧 那个之后留给我们队长讲的 然后我讲的主要是ERC协议的发展 然后呢 呃,这怎么用啊,我不会用Mac 按下 按下 放在旁边手指上就像 好,不好意思哦,没用过Mac 然后 ERC协议的目的呢 主要是实现Token的标准化 它允许在智能合约为Token实现一个标准的API 提供了转移Token的基本功能 允许链上第三方使用Token 它的目的是让标准的接口在SRAM上的任何Token 可以被其他应用程序重用 这实际上是提高了Token的一个可及性的事情 因为有了这样的标准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地将在任何的APP上使用 或者调用这些Token并且让它进行流通 然后我们讲一下ERC和EIP的关系 因为我们讲ERC写议 稍微想解释一下一些名词 ERC就是 EZRAM Request for Comment 以太坊一前征求稿 EIP是 EZRAM Implement Proposal 以太坊感谢建议 在ERC被接受后呢 会加入细节 就成为了我们经常见到的ERC ERC的状态包括 Draft、草稿、Last Call、Accepted、Final和Different Brand 这几种 我们比较常见的是Draft 也就是草案状态 现在基本上大多数的EIP都属于Draft状态 还有一个比较熟悉的是Final 这个Final的话就是已经在 现在的方案中已经定稿了 比如说ERC20和ERC721 都是已经定稿的协议 再使用这个Draft 然后呢 我们这次讲的协议主要包括 以下五个ERC20 ERC23 ERC165 ERC721 ERC875 ERC875 是Alpha Wallet 写的协议 但是这次由于 我准备的时间不够 所以我不能讲很多 只能粗粗概概的讲一下 然后ERC20的标准接口 我们看一下 主要是 以下这些 然后 它提供了 它提供了转账 查询 还有 授权代理的功能 但是ERC20是最早颁布的一个 ERC标准协议 它还存在很多的漏洞 它一些问题 在之后会 之后的一些协议都是 针对一些漏洞 满满解决的 我们主要 先来看一下ERC20 这是它的标准接口 然后 上面的话呢 是 OpenZeppelin那边的一个 额约 它补充了NAME SIMBLE和DECIMBLE三个参量 NAME呢 是TOKEN的名称 SIM就是它的 表示符号 比如说 比如说ATN它的 单位 它的SIMBLE就是ATN 然后 DECIMBLE呢 它是一个以太坊的 下面的一个 表示小数单位 表示这个 TOKEN的 小数单位的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 DECIMBLE是18 它 比如说 一位 就我们经常在 Transfer里面的 Transfer的 单位 都是位 嘛 这个DECIMBLE 就是和位 直接对标的 如果说它的DECIMBLE 是18的话 那意味着 这一个TOKEN 就代表着一位 它等于 10的-18次方 的 这个TOKEN 对 这是同质代币特有的 我们之后 会看见 在非同质代币 就是721的时候 它是没有这个DECIMBLE的东西的 当然 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它也没有了 Approve Transfer的问题 它是第一个标准化别大规模 使用的ERC协议 直到今天 我们大多数的TOKEN 比如在火币等一些交易所上看到的 我们看到的大多数 依旧是基于 加C20的 然后先讲一个 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问题 就是Approve 和Transfer from 的时序问题 也就是 之前在2018年 硅谷 硅谷区块链大会上面 阿莫斯团队 现场在那边说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什么问题 漫物团队后来也陈述过 这只是一个时序上的问题 它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因为Approve 并不 因为这个改变 Approve 授权额度的事情 并不会经常有人去做 这只是 这只是一个非常偶发性的问题 它的 出现问题主要是因为 比如说 Alice 他授权给Bob 额度为100的这样一个TOKEN 他可以转100 然后现在Bob 有100TOKEN的额度 他马上就把100 转出来 但是在这个交易 结束后 就是 Alice如果还没有看到Bob 然后他自己先授权了 他觉得100太多了 改成了70 那么这个时候 Bob 已经转掉了100 那个时候他的额度是0 但是 由于Approve 又把它改成了70 他又多了70的额度 这样他就又可以进行 Transfer Round 这样的话 本来Alice的意图是 将他的额度 从100转到 变成70 也就是说他的 最多的转账额 应该只有70 但他最后转了170 这就是一个Approve 和Transfer From的 一个时序问题 这个问题 在大多数的 同质化代币问题里面 都会有 但目前 我们先看一下 OpenZeppelin 一个Under Token上的解决办法 就是他这里采用的呢 不是 就他除了提供Approve 这样一个授权代的方法 他还提供了一个 Decrease Approval 这样的一个办法 他的办法呢 是通过差量的一个方式 让比如说我原来授权了 Approve 100 我现在要把它减去 其实这个 Subtractive 的Value 就比如说是70 那样的话 他就只能是30 如果之前Bob 已经转掉了70的话 那就说他的额度 应该只剩下30 这个时候 30 小于我转账 我降低的这个额度 那么他就直接归零 至少他不会发生像 连续转账两次170 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他会选择 差量的这种方法 而不是选择 直接Approve 绝对值的方法呢 是因为Approve的话 采用绝对值去代理的话 他的前提应该是知道 他先前的转账额度是多少 但是在这里的 在我们一般的时间方法里面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知 他上一个 他上一次转账的 限额是多少的 所以这里就采用了一个 差量的办法 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OpZepelin Standard Token 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然后ERC20 主要被大家 诟病的问题呢 是因为他的一个 token损毁问题 比如说像不支持该 ERC20的token 进行一个转账 那么合约不会拒绝 会锁在token 会锁在合约里面 没有办法提取 就相当于 这些token就损毁了 那么像合约转账呢 我们只能通过 Approve加transfer from 去避免 但是大量的外部账户 EOA 我们一般情况下 都是用transfer 的 我们不可能把大多 把所有的东西 都用transfer 都approve 代理掉 所以这样的话 就需要对合约和 合约账户 进行一个辨别 然后我们就讲一下ERC223 好 没有话筒啊 我声音比较小 然后ERC223的 ERC223呢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之后会发现 包括ERC777 ERC 还有一大堆的ERC协议 都是冲着这个问题去的 我们这里讲一下ERC223 ERC223呢 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是提 主要是提供了两个接口 一个是transfer 一个是tokenforbank tokenforbank呢 就是为了就是 嗯 tokenforbank就是为了说明 接收的这个合约 它是满足我这个标准的 就大家可以看这里的 这里 这里一段代码里面 这里有一句是 嗯 contract receiver 然后他把这个目标地址 复制为这个量 然后去执行这个tokenforbank 如果对方没有tokenforbank 这个函数呢 就会revert 一旦revert的话 我们知道它之前的 状态都会撤销 那这个交易就被拒绝了 token就不会损毁 就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它的内部方法呢 主要是 iscontractor 就是用一个 呃 会编exactcosines 判断一下有没有代码尺寸 然后就判断 如果有代码尺寸的话 就是合约 然后分别要用transfercontractor contferaddress address没什么好讲的 contract呢 就是这样的一段代码 它主要也就 主要的 公用 也就是revert 主要也就是seal tokenforbank 实现的这样一个功能 提供了一个revert 退出交易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顺便讲一下ERC223 2018年6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ATM事故 就是 当然这个和协议本身没什么关系 只是讲到223就顺便讲一下 主要 这里主要是一个low level core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本身的 它本身提供的标准协议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开发这个作者呢 他在写那个合约样例的时候呢 他有一串 他有这么 他有下面这么一个函数就给了当时的做 当时ATM开发者一个错误的提示 他直接用了这串代码 这里有一个cortemforback 就是一个自定义的 就是一个自定义的函数 就是它允许你这个合约执行这样一个自定义的函数 然后最后它被怎么样了呢 最后这个合约里面有一个searchowner 然后黑客就通过这个cortemforback 执行了合约里面原来的那个searchowner 就获取了这个owner的权限 然后就把1100万的ATM都转走了 这就是当时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 然后我们会发现包括ERC的827 那也是个协议 他也是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一种 就是说transfer之后 我们还可以cort一个自定义的函数 然后他也用了一下 他也用了一个low level code的这样一句话 最后呢也被证明都是有漏洞的 就是我们开发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个low level code 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这一句 扣 然后 这里message.sender 就直接辅置给cortemforback 然后 当时searchowner的 searchowner的参数正好是address 然后他就 被强行改了地址 然后被转走了 1,100万的A7 然后我们ERC协议很多 就是再讲一下ERC165 ERC165呢是用于标准协议探测的 就是暴露给另外一个合约 说它到底是哪个到底是什么协议 就是ERC165 它没什么好讲的 就一个support interface 接口 然后传入一个就是代表了这个合约的一个四字节的一个interface ID 就实现这种事情 然后如果是这个合约的话就同一步 ERC721的话呢 它是把它标准协议里面定义的那些函数取哈希值 然后易获得到的这个interface ID 就是open zeppelin 那边是这么实现的 我主要看的是open zeppelin的代表 然后讲下721之前讲一下同质资产和非同质资产 同质资产呢 学术上的话就是拥有后数属性的某个事物 例如金钱或者商品 在支付债务或结算时 某个部分货数量可以被另一个同等部分货数量所代替 就比如说我们手里的金钱 我们今天欠了人家10块钱 我可以拿另外的10块钱把10块钱还上 那10块钱并没有什么特殊性 但是如果同一个集合的两个物品具有不同的特征 那么这两个物品就是非同质的 比如说两张邮票 你不可能欠了一张邮票 然后你换了一张 换了一张不同的邮票去还 这两张邮票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们价值也会不等 以及包括之前的加密猫上的猫头 猫帽子都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ERC721未来的用途 包括检测真正世界中的非同质自产类 比如房地产 古董 艺术收藏等等 然后它是 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生活中大量的物品都是非同质的 而不是同质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拥有了ERC721这种协议 我们可以对单位的这种物品或者代币 有独立的所有权并且对它进行跟踪 这样我们就可以方便的管理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我们下721 ERC721提出了合约内非同质代币的一个操作的标准API的实践方法 然后它的不同点主要是因为它是非同质的代币 它每一个代币都有一个TokenID 这个TokenID就唯一的标示了这个非同质代币 然后TokenMetaData就是它有这个TokenID的指向这个Token 它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它的名字它的符号 还有它的 比如说如果它可能还有图片信息 有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信息 都会存在TokenMetaData里面 然后它的ownership也和ERC20不同 ownership的话就分为了两种管理 一个是单独的就是面向Token的 就是单对单独的Token 这个Token我有一个代理权可以把这个Token单独转掉 或者是我对这个用户 我可以代理这个用户把它名下的非同质资产 那些所有的NFT都转掉 对 然后它为了做ERC20的兼容接口呢 就是有balanceoff 这个total simpler忘记了 就标准协议里面只有一个balanceoff 然后在其他地方呢 还有name symbol 和total simpler这几个链量 然后TokenURI的话呢 是指向一个存储该TokenMetaData的一个JSON文件 那个文件一般是这样的 指向一个JSON文件 然后那个JSON文件里面会定义包括像图片信息之类的很多数据 然后它权限相关的这些东西 其他就不讲 就主要讲一下 Approve, getApprove, searchApproveForAll, isApproveForAll 这个呢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Approve呢只能单独对一个TokenID进行代理 然后 searchApproveForAll呢就是对那个用户名下的所有Token可以进行代理 然后TokenOwnerByIndex就是查一下这个用户下面的第几个TokenID是多少 这是在ERC721标准协议里面是一个可选项 哎呀 ERC20是不是和ERC721是不是和ERC20一样存在Approve的问题 它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ERC20为什么会有Approve的问题呢 因为它是同质代币 它是限额的 限额的话就有70100这样一个无穷尽的上限 但是非同质代币不一样 非同质代币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 所以它就没有这样一个持续问题存在 所以我们开发的时候这样一个部分就是可以忽略了 它已经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然后它的Transfer相关的话呢 它考虑了包括之前ERC223在内的所有的一些情况 包括它这里也调用了ERC721Receiver 以及调用里面的UnReceiver UnERC721Receiver的这样一个函数 去发现它去看对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接口 有这个接口才可以安全的转过去 否则就会revert 然后所有状态撤销 它就实现这样一件事情 这是OpenZeppelin的实现 它的标准协议里面只有TransferFrom和SafeTransferFrom 这两个接口 然后在OpenZeppelin里面我们可以发现 SafeTransferFrom就是TransferFrom 后面加了一个requare 由于它是只要revert 整个之前的状态变动都会撤销 所以它放在后面去检查 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ERC721Receiver的一个接口 我们看一下它 就ERC721TokenReceiver 这样这个东西呢是任何钱包交易所 或者任何需要接收Token的合约 都必须要继承的这么一个合约 你看OpenZeppelin的实现是这样的 它把ERC721Receiver的 其实就是把这个函数名哈希了 然后去查 对它就是把这个 ERC721Receiver的这个函数名 以及后面的参量哈希掉 哈希之后呢 那就变成了X150这样的一串数字 然后我们就可以查它 到底有没有实现它 然后再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它也继承了ERC165 这个本HPPT的 然后改成PDF之后呢 就乱放一下图 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 它是将所有的函数名 Cat CatCic256之后 然后全部易获得到这样一串系列 这样一串系列 就唯一的标持了这样的一个 721协议的这样一个 协议的这么一个特征 对 然后它也提供了 就是直接支持ERC165的 这些探测的这些接口 但是它OpenZeppelin实现的时候呢 它是继承了165 然后又自己实现了一个 supposed interface lookup 这里没有写出来 但实际上也没有差多少 就是多了一个 就是实现了165 然后721又继承过来 这样一件事 然后ERC721的参考协议呢 就是它标准的EIP721下面 它是继承了一下所有的东西 ERC20 223 173 165 677和827 173是用于owner管理的 然后827的话呢 就之前说过 它是有这个transfer and code 就是直接调用了底层 Lower code 然后它是存在漏洞的 677的话和165一致 对 也是有个token for bank 去解决类似的问题 对 677和223一致 也是用一个token for bank 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ERC721 是不是就没有什么问题呢 它是有问题的 它的问题呢 就是ERC87 就是Alpha Wallet 上面想解决的问题 然后ERC721的问题是什么呢 一个是它不支持批量交易 因为我们同质代币 在交易的时候 是直接一个数额转过去的 但是我们非同质代币 TokenID就只能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的转过去 这样就非常的耗费时间 然后它也不支持原子化交易 会需要交易双方 支付一个gas费用等等 其实都是一个 应用性的问题 然后这个协议呢 目前还处于一个 PoroQuesture的状态 就是它还 就你在EIP列表上面 反正是找不到 这样一个875协议的 然后它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它内部实现了一个 原子化交易 然后这个原子化交易呢 是一个叫Chained的函数实现的 然后它里面呢 就自己做了一层 做了一层验证 包括 包括椭圆曲线恢复 然后自己加了me 就这件事情 然后实现了这样打包的处理 然后它P量交易呢 就是 我从函数上去看 它所有的P量交易 是传入了addressed 就是tokenID的数 就是tokenID的数字 然后就用一个循环 然后全部交易过去了 就实现了一个简单的打包 处理大量交易的问题 然后其他 然后875的话 我看我准备的时间不够 之后有机会我再研究一下 我再问Alpha Wallet 但是它目前还没回我 然后其他的协议 包括ERC725 1155 1400 725的话是一个数字身份 的一个数字身份 验证的一个协议 1155呢 是怎么说呢 它想要把同质代币 和非同质代币 打包在一起处理 就相当于融合了 ERC20和ERC721里面的token 然后ERC1400呢 是最近出的一个 基于ERC777的一个 也是在安全方面做进展的 这样一个token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技术轨迹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ERC20到ERC23 以及我没有讲的 比如说ERC777 它们都是为了资金的安全性 来做的一些发展 包括现在我们依旧可以去做 这些程度的发展 然后ERC721到875呢 主要是一个 异用性和低成本的问题 它希望DGAS 它希望可以批量处理 这些都是低成本 和异用性的问题 然后功能上呢 ERC从同质资产 到非同质资产 到数字身份 到1155的组合资产 到甚至还有 比如说1190 1190呢也是 但是一个写1190的话 它更加的 这个我不太记得不太清楚了 不好意思 然后 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可能对大家来说有点简单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徐总继 徐老师 讲的还是稍微 比较干了一点 大家对这个ERC协议 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可以直接向老师提出 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那个 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 ERC1400 一个新出的协议 就是那它还涉及到一些 就是监管跟KYC的一些方面的议题 对啦 不知道就是 有没有什么 就是相关的想法 就是后续的这个发展 这个 这个我前天刚刚看过文章 然后 不好意思 我暂时回答不出来 这个可能暂时 对 还比较新 它在新的 监管一些东西 还有什么要问题吗 刚刚提到有一个 这种身份 什么认证的 那个协议 它大概是什么一个 哇 于是你们都在讲 都在问其他的东西 然后就ERC725的话呢 嗯 它主要是提供一个准入吧 就 嗯 就类似于做 嗯 密钥 就是它会给所有 它会给所有的token分配 一个 呃 身份 然后密钥 然后add key reloom key 也是做这样的 差不多一些管理 是可以token去标识的吗 嗯 还是说可以 具体的 我们可以等会留下 可以和你探讨一下 好 嗯 嗯 带币 嗯 带币 你是账户 还是什么 啊 A代币转到B代币 A账户转到B代币 感觉是 妳说的是哪种 A带B转到跨链交易 他说的肯定是UTSO和那个 有点类似跨链交易 哦 跨链交易你要单独做 跨链有好多种方式 一般的跨链方式的话 一般都是通过人类终结的方式 在一个链上的话 证明这个链 这个链已经达到一个 订压的合约中 然后被发现 另外一个链上 就会对应的去发现出一个对应的链 但是它实际上 是一种发现的链 这个链是可以被清算 可以被消费掉的 在新链上被发现的 这个Token 所有学生转过来 可以去接受原来的链上 链押的或者说锁定的链 对 其实本质上来说的话 它链有的时候 传递都可能是一种 通过换的链的链的方式 去发现一种性战 就是拿一种 拿一种资产 抵押在另外一个链上 对 然后其实 ERC 就 Ethereum上的话 就我知道的有一种 叫 Banker的协议 它就是 比如说我要 我要用A代币换B代币 那我先要把 A代币放到 就是我先需要一定的抵押 放到Banker里面 然后Banker会把 就会通过一个 Connector 然后那Connector呢 会把 对应的 另外一种代币 你就可以换过 这是一个 去中心化的一种 交易所的实现方式 最近正在看 对 刚才那个里面有个 711协议里面 就是 Ur i 它那种 是放图片 或者放图片 或者放图片 对 它是 放图片上 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 它的标准协议接口里面 它只给了一串4G 可以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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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一串4G 你要到底指向什么地方呢 它就是个4G 它就是个4G 放图片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自己决定 因为你放图片的时候肯定有成 对 对 全的时候就要自护的一个 这个也照样 比如说现在这面包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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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般 一般 发现 Ur 那这都是一个 人会正确的 好像是 可以过过自己 可以 随意啊 这个就可以 可以 我觉得今天好像你介绍的就是 其实是所有的ERC里面的话呢 是所有的相关Token 跟Token这些系列的 从20到721 再到87 都是跟资产相关的这些ERC 嗯 我想大家除了这些跟Token资产相关的ERC之外 有没有关注过其他一些好夸的一些ERC 对 他协议太多了 那里列 对 他这里有些协议特别好 哈哈哈 可以介绍一下吗 那你知道 那我介绍一个协议啊 就是 我早期关注过程 叫184 嗯 他做什么呢 就是 原来 原来说那个 以太坊里面有一个 另一个 就是算力炸弹 然后这个算力炸弹呢 就 嗯 每隔10万个Blog 他会自动去调整一次算力 然后呢 这个算力调整是指数增加的 导致的结果呢 就是 出号的时间就开始慢慢的变成了 然后呢 当出号的时间变成了 就是原来以太坊出到15秒钟 变成出号到30秒钟的时候 然后呢 大家开始投票 就因为要把算力炸弹要开除量 然后做一个Hot Talk 但是你想象一下 大概一 对